馮委会最近有个会议也通过了在客压屋邨的租资出租单位 日后如果是回收回来就不再偏配了 也会转租为售 这个做法也将过去所谓我们见到的租资屋邨的混合热权问题 和维修管理这些都有缓感的情况 目前馮委会有4000间租资屋邨的未收单位 当中一些面积情况大概是20-30平方米 30-40平方米都是最大部分的单位 其区方面以新界区为多接近一半 另一方面市区有三成多 拓展市区大概是两成 售价方面大概一平均数 每平方米大概是11000-22000 例如一个20平方米的单位 平均是11000大概是22万 不过现在所谓租资屋邨的租户 如果是购买新租户 会享有一些俗称的折上折的优惠 头一年大概会有三成折扣 刚才的例子说22万里面的三成折扣 大概是15万左右 这个数目相对比较低 远低于六置居的单位 相信对于一些公屋租户来说 都是有一个吸引性 我个人建议除了绿路表之外 会不会都可以放宽到被一些 轮候了公屋三年 或者是公屋六年的朋友 都可以去买租资屋邨的单位 亦多了机会给他们一个主要的选择 整体来说这些计划 会预计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 会推售 可能到时会放在六置居 或居屋项目里面 期望这些单位 大概平均数每年有1200间回收 这个数目相对不算太差 另外我也希望这些计划 如果能够加快推售之后 可以日后有助防委会 重新推翻租资计划的单位情况